在台湾曾经劝退前副总统吕秀莲参选总统而民造一时的牧师许荣章 上周65号在河南郑州主持报道会 还一群朋友前往KTV包厢唱歌时 突然被冲进十几位公安带走 在包厢内的十几个人遭到带回询问后 被要求写毁过书并且签名画押 保证不再举行大型聚会才获得释放 许荣章虽然周六晚上就获释 但是护照等相关证件 直到周一还请他去趟国家安全局才取回 获释后的许荣章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 仍然不清楚自己被抓的理由 近几年经常赴大陆服侍演讲的许荣章 从未遭到逮捕或拘留 没想到却是在KTV唱圣歌被抓 他就说我违反宗教法呀 我说我没有啊 我说我又没有传教 我又没有唱 又没有那个 他说你公开在公共场合传教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献宏分析 不管是许荣章牧师或是被失踪的李明哲 恐怕都是踩到聚众集会的红线 人聚集在一起 那他不管你谈什么 他就要去阻挡 呼朋引伴 开始聚集 就是他们要去监控的目标了 你不是说你聚集起来要谈了某一个敏感的题目 所以就被阻止 不是 是你聚集就不行 杨献宏表示 在大陆十九大之前维稳压倒一切的原则下 像这样附路被失踪的案例只会有增无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